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倒槽风波一直传的会声会影 但是行动党却一直没有任何人做出任何回应 那就连昨天事件的主人翁 宾州首长曹关友在出席林吉祥的新书推荐礼上 跟林冠英同场亮相的时候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而媒体只是形容两人面无笑容 而曹关友今天在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就表示 他说他每个星期都跟行动党主席林冠英会面 并且强调所谓的倒槽已经成为过去 而正对前宾州行政议员彭文宝在倒槽行动传出之后 呼吁他跟林冠英各退一步海阔天空 说行动党都需要他们这两位领导人的谈话 曹关友只是简单的回应说他一直都很冷静 宾州首长曹关友今天在一场活动开幕里之后 面对记者的追问 为何昨天和形容党主席林冠英碰面时没有笑容 曹关友表示他和林冠英每个星期都见面 而对于前宾州行政议员彭文宝 要求双方都退一步这件事 曹关友表示他一直都很冷静 至于党内出现涉及自己的倒槽行动 曹关友表示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而他也已经针对这件事情做了回应 还叫记者随时查阅他早前回应的言论 我感觉全已经已经漏了 和合选择的案情 但是当时没有拥有关系 有关系的关系 为不选择我 从哲司宣院的合选择 从本一派的票 是从不選擇的票 感谢您的支持 请订阅您的支持 请订阅您的支持 支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